古代中医不传秘术 号称救人于鬼门 控人于傀儡 那么这鬼门是三针 到底是用来救人还是所名的 它究竟有何神奇诡异之处呢 针灸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和创举 是中国医学的一支奇葩 在传统中医针灸疗法中 鬼门是三针是最博大精深的一种 是中医针灸中最神奇所在 据说这套针法 专门用于治疗疑难杂症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诗传秘术 鬼门是三针 相传鬼门是三针 是神医匾却留下来的一套医学绝学 后来传到了唐代的神医孙思苗这里 又在他原有的基础之上 拓展为十五学 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鬼门十三针是由 道教的张天师所发明 据说是可以驱病除邪 而且治疗好之后可以永不复发 堪称是医学神迹 鬼门十三针中的十三鬼门 包括鬼宫 鬼信 鬼磊 鬼信 鬼路 鬼枕 鬼床 鬼室 鬼窟 鬼躺 鬼葬 鬼臣 鬼凤 这要求失智之人 对于人体经络血脉了人于胸 清除科学为病例作用 熟悉失针口诀 而对于失针速度与力道的把握 则是失针的关键 古代治疗癫筐等精神疾患的 十三个经验小学出自千金药方 因就说精神疾患由鬼神作祟所致 所以治疗学位君冠鬼字为名 又以其数为十三 古称十三鬼学 鬼门十三针在古代就属于禁针 因涉及因果 非大功德者不可轻有 如涉及止息血亲等关系 愿自成因果 也要以协调和解化为主 如实在无法化解只能用墙 最好不留后患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会得上一种莫名其妙的病 不管到多么高级的医院 不管找多么高级的医生 他们都将旺病心探束手无策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 中医是通过旺 闻 问 切 确定病位 病因 病性 以及症学关系的 接触四诊之法 可以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 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 因而它比表现出来的症状更全面 更正确地提示了疾病的本质 中医为之约本 因此中医讲究辩证 要分经标本对证失质 有些病中医学将之归入 因性病的范畴 业及邪病 人们俗称为中邪 附体等等 古代医家不传秘术 与魔鬼签订死亡起约 鬼门是三阵真如传闻所言 真真催人命吗 从一经角度看 万物皆磁场 磁场分阴阳 有些磁场是阴性的 对人体磁场会产生很不好的作用 人体在自身磁场比较虚弱的情况下 就比较容易受到阴性磁场的干扰或作用 轻则精神恍惚 品作恶梦 重则疾病缠身 精神失控 有人说阴性磁场是人的鬼魂 如果按照佛家的观点来看 人死有灵魂 俗称鬼 但是因为无法用现代科学实验完全证实 所以科学界目前对是否有鬼魂尚无定论 用一经的观点看 有阳必定有阴 可以完全推论出阴性磁场的存在 不过阴性磁场不限于所谓的鬼魂 还有很多不好的磁场都可以归入阴性磁场 例如悬空风水中定义的五皇之情 也属于阴性磁场 它的来源与宇宙天体的运行有关系 阴性磁场一旦侵入人的身体 人表现出重邪的特征 例如胡言乱语 精神分裂 以及幻定龟鱼 抑郁胃胆小等 这时如果采用传统的医药之法 往往难以见效 这时就只能借助玄学了 虽然中医真治之鬼门十三针疗法 具有玄学性质 但是实质效果很好的一种中医疗法 它就能使移性刺障附体的病人得到康复 此针治秘法 对失眠 抑郁 焦虑 精神分裂 古代称之为癫 狂 显得治疗有奇效 而且腐发略低 据说在古识刺人鬼学的时候 医者需要大声和治病人说 和谣和鬼为祸 病人即刻就会自说来由 然后医者就会用笔一记录下来 严禁狂 帮医推针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是针者的圣尘八字至少占两个银十 第二就是要用银针 以银鬼出身 三是要以劝说为主 不要扎完十三针 最多六到七针 针扎上之后 还要先采取青刺剂的方法 边扎针边恐吓它 大声问它你服不服 如果对方说服了 那就讲条件 比如可以说你是哪方的神仙 哪位驱死的冤鬼 你或要吃或要喝 是要猪头还是要烧鸡 总之按照他的要求去办 如果不服 那就要采取强刺剂的方法 通常都是驱走妖鬼即可 不可赶尽杀绝 否则医者就是自找麻烦 所以通常医生还会随身携带一道符咒 以防止惹祸上身 鬼门是三针在古代属于禁针 专门用于惩治邪病 特别是诈尸 死人复活的 因设计因果 非大功德者不可轻拥 据说古代得到高人 一般也只用十二针 在失智过程中 按照古法相传 要给邪虫留一条生路 也就是说不要把事情做绝 以避免后患 切记舍底 会因 忍重 这三个学位尽量不用 因为用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学位 都能把邪虫封住 置他于死地 如不用此三学 其他的学位都可以致富他 并能放他走 即便他已经被致富并且走了 也要以礼相待 仍要还愿或焚化之前 清朝年间 北京通州去有一位姓赫的医士 他们家书带传承鬼门针法 并且精通验针法术 对癫狂这一类疾病百智百笑 从无尸手 按照家传规矩 凡事不能做绝 鬼门要一门一门地慢慢往下扎 鬼被逼得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挨搞真事 此时真事问清涅寨前缘 在人鬼之间做个合适了 并嫁给鬼道做些功德 帮助他们早早超生救世 可是这个贺先生偏不信邪 他觉得人鬼应该互不干涉 既然鬼附身害人 就一定要感激察觉 以免日后再次为祸 有道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 曾有一位女病人 二十七八岁 犯起病来爬到屋顶上拜月亮 或者生死活鸡痴 听人传说贺医师医术高明 所以请来医治 见了病人他按惯例先是一通大骂 无效之后便强行针刺 每次进一针 病人都要撕心裂肺地高声喊叫 到底是三门鬼风穴的时候 那个东西高声说 如果你今天非要置我于死地 我诅咒以后你的子孙中 每代必出一个痴呆疯癫之人 贺医师并不以为是 抄病人舌头一针刺下去 把那个东西撩断了 直到贺夫人两年之后生下一子 三岁后发现是痴呆疯癫 多方明医诊断是内因所致 久之不孝 贺医师才恍然大悟 感叹为时已晚 虽然其中对鬼神医说的敬畏不言而喻 但是从病理学和药理学的角度来看 鬼门十三人与药物的作用 机理是一致的 两者均是通过调节 跟情绪相关的神经地质 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通过对穴位的磁刺激 从穴位中产生 微电流直接作用于大脑 微电流接近人体自身的生物电强度 因此对身体无作用 不会对人体器官造成伤害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